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尤其天天最近天气又开始变凉 要保重身体 当然最重要是你在操作股票上面 要事事顺利 能够股市发大财 它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会针对2024年 它的一个蓝图上面 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一些 去做一些的分享 蜀方的个性上面你也知道 我就是有一些些铁头工 像昨天里面AI的相关概念个股没有涨 我就分析给大家听 今天AI伺服器今天涨上来了 到底后市是如何 我们等一下进一步的会分析 台北股市在这种过程中 你可以发觉到 因为那支的市场我有说过 因为它有台面下的结账式的卖压 到1月中旬 有金主跟丙总式的一个结账式的卖压 什么叫丙总跟金主 金主它做的比较短一点点 然后丙总有些是透过营业员 金主是真正出钱的那个人 叫做金主 现在因为台湾的融资 大部分的个股都可以融资 其实丙总的势力已经没有这么的大 但是有些是说当日冲 隔日冲的一些的金主 它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这个部分你稍微留意一下 尾压前一个礼拜的时间 甚至在1月份左右 如果是丙总不是金主 如果丙总它是只能出 它不能进的 它可能会影响到一些 个股上面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台币股市在这边里面 我的看法 其实跟昨天的看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KD指标 它是持续的背离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持续的背离 量 价都是持续的背离 无均线的乖离 它是比较大 它是震荡在所难免 也就是只要你的KD指标 没有到低档区 你的资金就是要采取切割 也就是说你一档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锁定几档个股 好像它北斗七星 你不要满天都是小星星 像昨天大家 跑去买所谓的积电个股 节能概念个股 今天一生又重挫 这样子不是太无聊 我说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行情上面 它是一种打地鼠 明年里面大概就会慢慢 大概从三月份之后就不会了 我等一下会帮它规划 你选好 人家打下去的时候就缩下去 地鼠的时候缩下去 你打不会 你要去买 它上来的时候你要去出 这才是一个赚钱的方式 因为基本上而已 我们现在就不是初身段跟主身段 我们是在第五波 我已经跟大家确定了 我说它不是邪恶第五波 它是在第五波的延伸波 但第五波的延伸波 到底可以走多久 走多高 这不是属方能够预设的 它必须又要去做技术面的重叠 我们才可以去确认 第五波的走势结束 要走入到空头 目前都没有 它仍然在第五波的一个延伸波 我们现在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你面对到是第五波 但是它是第五波的延伸波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借钱玩股票 借钱玩股票真的不需要 尤其是很多人说 我的房贷利率很低 就去借房子的钱 拿出来买股票 我觉得不用 在这种过程中在2024年的操作 就是不要借钱操作在股票上面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股债 你要合一 你要考虑有时候如果债券的价格跌下来 你要考虑一下债券的价格 股票的价格跌下来 你要考虑一下股票的价值 这样的话你就会比较平衡一点 这叫股债的一个平衡 如果你比较保守一些的投资朋友 在2024年你就是随时 就是三成的现金在手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我们可以发表说资金在哪里 你就要尊重那个趋势 目前看起来这几天 电子资金比重都来到七成之上 它成为主流 应该2024年从基本面的角度 大概只有一些的传产个股 它有机会出来去做串场 譬如说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就有一些餐饮业 观光业 整个一个在目前 因为有一些政府的国旅补助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谁执政 基本上而言整个两岸开放观光 还是要避走的一条路 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要知道 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台湾它的一个经济 我们会面对到不管是台积电 它也要面对到国际上面的挑战 台湾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也要有一些内需上面 所以我说内外去并进 然后去做出击 这对台湾的一个经济上面 才是有利的 因为台湾毕竟是岛国经济 所以我一直讲 我是没有政治的意向跟风向的 我基本上就讲过 一个岛国经济 谁都要好 日本要跟它好 美国要跟它好 欧洲要跟它好 中国大陆也要都要好 我也常常跟我一些所谓的 比较偏绿的朋友里面来讲话 就是偏执政党的讲过 你越讨厌对岸 你越讨厌对岸 你越不喜欢对岸 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它钱赚过来 那不是更高兴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种时间点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做思考 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就像台北股市一样 在这个角度上面 你会面对到什么 你会面对到未来 2024年的一开始 比如说1月中的一个选举 选举是一时的 到最后里面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什么 产业 经济 EPS 数字 那才是中心事项 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你一直在考虑 政治 议题上面去操作股票 就如同我昨天讲的 你去操作在绿电 绿电的确是执政党跟在野党 非常在争议的一些的个股 问题是你的股价如果已经超过 该有的本益比 就如同我讲的 我认为华晨就有点超过 它跌不关我的事 我哪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别人就说你看我告诉你 它就跌 不需要 每一个个股 我们都必须要回归到中心思想 你现在的股价跟你的获利上面 你觉得可不可以买 如果你只是纯看技术面 我没有意见 因为1月到3月你可以纯看技术面 因为看筹码面 因为就是有嘎空题材 问题就是3 4月之后你该怎么办 你要去想清楚 所以在第一季之中 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想法是认为 1月份它是一个来回震荡的区间 相信整理盘 为什么会这样 跟丙总的结账有关系 选举之前我也不认为 除非国际股市上面有 非常大的重大利空 否则应该全职个股会护航 不管怎么样 你看今天新台币 有没有 由升转扁 这不是一样拉尾盘吗 台积电不是一样拉尾盘 所以我觉得在选举之前 指数的低点 在一些龙头型的全职个股 会有护盘的力量 所以它是一个上下的震荡 但是到了2月份 我们到了2月份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我们的就历年在2月份 第一个长假效应之前 市场上面拉高 一定会有获利了结性的卖压 因为我们台湾的人 就比较浅叠的 投资人都比较浅叠的思想 所以它拉高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再过来2月份 你用手指头出来算 你几个工作天 我不放假 我要加班 然后呢 你还是就是这么少的工作天 所以你除了一些所谓的餐饮业 或是你除非了一些的一个观光百货业 除非你是才会有2月份的一个营收好 不然还有银行 反正我管你银行开不开门 我照样给你收利息 对不对 不然的话一般而言 2月份因为工作天数少 它是衰退的 所以第一季基本上而言 它就是业绩是比较淡的时候 但是在这业绩比较淡的时候 观众朋友听清楚 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比较重要了 它是你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你公布2月份的营收 基本上是利空 很容易连减月减 因为去年的一个就例年 不是在这个时间点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你2月份的工作天数少 你3月份呢 你3月份就没有工作天数这么少 你就是要因为2月份的工作天数少 月减年减而杀出股票吗 万一它是第二季的成长个股 你怎么办 所以第一季听清楚 第一季是衔接2024年上半年的行情 最重要的一季 也就是说第一季里面 你是要有逢低买股票 业绩成长个股的勇气 而且是在利空之中 因为无论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知道 今天的新台币由升转贬 你还是就是升这么多 今天就结束了 对不对 你新台币升这么多 就是3%以上 对不对 你很多的公司 如果你毛利率低的 你可能就不赚钱了 就算你任凭是台积电 你昨天晚上 你收到的订单 跟今天插个一两脚 你有办法在远期败 那个外汇避到这个险吗 没办法 除非你这个财务长 就是这么的厉害 可是所有的汇退损失 这个称之为业外 就没有任何一个分析师 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告诉你 这家公司会有多少汇退损失 没办法 因为这跟每一家公司里面来讲 的财务长 它是有关系的 跟每一个产品线的 percent数比重 它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如果你本身是 收美元比较多 你又没有去做避险 那你是以自然避险的方式 那就是汇退损失 一定都会汇退损失 但是你要因为这些汇退损失 而放弃第二季的机会 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 第二季 可能就是今年上半年 要开始往上冲的一个一季 为什么会开始往上冲 第一季的一个机器比较低了 第二季工作天数 可能就比第一季多 第二件事情 很多的产品 就会因为台积电 慢慢的covers 就是那封装设备 到位之后 它要开始出来了 不管是ASIC 就细制裁 IP公司里面来讲 很多都第二季要上去 有些慢一点就第三季 再过来 AI伺服器也要上去了 你也不用担心 我说AI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少说也是个十年 科技产业的一个未来 你不管今年里面涨多什么 变来变去 它只是在个股 在循环里面 它不断的去做一些的循环 我随便做一个举例 因为我们的台湾 它不是只有接回答订单 今天你不管 你美国里面来讲的话 你是挥打强 还是超微强 还是Intel强 至少现在的Intel 还是要看我们台积电的脸色 你不管这几个谁强 或是未来的Musk 也要进入到AI晶片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对我们台湾而言 不管你谁强 我只要残能亏满载 我就是能够OK的 所以你AI这个区块 就千万不要去做一些的放弃 也就是说第二季就有一些AI的订单要出来 甚至在未来 我们之前都谈到A100 H100 以后会到H200 所以就代表还有升级槽 我们在昨天也讲过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讲 AIPC的供应链是什么 现在根本 大家只是把聊天室机器人 或是一些影像绘图的处理 或是怎么样当成AIPC 如果你把AIPC跟NB只划定在这第一代的一个产品 那大可不必 它那个根本还不能够算是AINB 或是AIPC的部分 还有很长一条路 在消费性的产品要开始走 而且慢慢的 现在你看到AINB跟PC对不对 再过来你就会看到AI的一个手机 那AI的一个手机上面来讲的话 大部分而言 它就是把CPU植进去 比如说一些SOC的系统单晶片 或是整个一个所谓的 我刚才谈到的一些的晶片 比较简单不是GPU 是CPU的部分里面直进去 所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可以走 而这条路 大部分都可以在第二季 看到了开花的结果 所以大家在今年里面 大家争议很多什么 无机之弹什么假的什么 没有必要争议 股票永远什么 出生断 它就是在无机之弹 等到你看到有业绩的时候 其实肉很多那一段 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记住鼠方在今天说的话 也就是说 第一季是衔接2024年 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你要有勇气 你要有智慧 在地空之中去做布局 然后有些的个股 你要在利多声中 掌声响起的时候 你要懂得卖 在过程中也就是说 2024年第一季 红低找买点 第二季会上去 到了第二季跟第三季 衔接的时候 第二季到第三季 有些个股你要去找卖点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鼠方现在已经把2024年 整个规划的蓝图来告诉大家 就是跟大家讲 我就跟大家讲 我就说 我没有再跟你拼 100公尺的冲刺 因为我的表演 我也不会表演得比别人更好 对不对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想什么 我这个个性就比较直 我想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过 龙腾虎月云财户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白 去年的10月 我说出身段 你们跟我讲没有基本面 我说出身段就是1 2 3 4 5波 让你的第一波都是5G之谈 它是由资金面堆积出来的 到了第二波下跌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是要在3月份 我就预告 你是要迎接主身段 主身段的涨幅会比 出身段来得更多 现在第五波 第五波已经正式进入到延伸波 还没有告诉你它要结束 除非什么 我刚才讲 第五波的延伸波要结束 要结束它一定会去做重叠 然后你看在最近是不是改了 你之前什么 无稽之谈 什么低价股 什么补涨股 现在慢慢就不是了 又回到一些的 有基本面的个股 那就告诉你 它延伸波正在进行之中 所以2024年 蜀方刚刚已经跟你讲规划了 你不要想太多 第一季就是找买点就对了 利空中逢低找买点 这样的话在第二季 你就开始看到龙腾虎月 你就可以迎向财富 第二季是有机会 就让你在第一季 布局的个股开花结果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说过 蜀方在这个时间 我们的公司是推出来 你跟着蜀方 你只要交半年的会期 会费 我送你一年的会期 也就是说 你只要交了半年 六个月的会费 我们的会期是给你一年 你只付了半年 后面再送你半年 我说蜀方就讲过 我自己来讲话 我不是说自夸或是什么 我只是说 我很诚心的告诉大家说 你叫我去100公尺的通知 每天跟着一般台面上 就是这边涨 昨天就一丢人讲重机电 今天大跌呢 昨天谁会去讲AI伺服器 因为昨天是跌的 谁会在之前里面来讲 告诉你说台币的升值 光光 跟所谓的消费餐饮业 它是有利的 你今天等到它利多 说有国旅补助 你再买 你会赚到多少钱 你赚不到什么钱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担心是第五波的延伸波 是的 我也讲很坦白 它是第五波的延伸波 但是如果它第五波的延伸波结束 我也会在这个节目 很坦白的告诉你 第一个 我刚才讲 你也可以做空 第二个 你也可以选择逆市的个股 所以你跟着蜀方 只要交了半年的会费 蜀方给你一年的会期之外 假设真的是邪恶第五波 你跟着蜀方都没有赚到钱 我说你不用担心 现在的货币政策快得要死 我都很少看到 去年的一月份 见到最高点的 多头的最高点18619 十月份就见到 多头里面的最低点上来 你这样子 一年之中就可以变化有多空 我给你一年的会期 如果你再赚 我说我再送你一季 我就不幸赚不到钱 我讲的是良心话 我真的不幸赚不到钱 就像昨天大家看不到 一些个股的好买 今天就赚钱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去追高 我都是黑的去买 所以在这种过程 如果你认同蜀方的规划 2024年它的延伸波 还在持续的进行之中 而且我已经讲了 第一季找买点 第二季开花结果 你认同我的一个想法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好好掌握龙藤虎月 这一次的规划的专案 因为它是鼠方 有史以来史上最大的优惠 跟上我们再回来 全新的一个操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在今天里面我们就不多谈 所谓的一些的观光个股 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看到台币不断不断的升值 这个时间点 当然电子个股里面会有会损失 如果你是收美元的 你在低档之中你可以发觉到 我说大家都会说基本面 或是在整个技术面上面 它KD指标不是在低档吗 打出两只脚 你为什么不在 七十几块买 你一定要在今天利多升中 最高冲到86.8买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这个不是两只脚 所以讲很会讲 很多投资朋友很会讲 但是你要真的做到逢低布局做不到 你看到利多升中你再去买 然后大家就冲来冲去 不需要这样子 就像在昨天里面 AI伺服器并没有涨 我说你在第一季中 你自己要去了解到 AI伺服器慢慢的出货量会开始增加 而且它不是A100 H100 它以后里面来讲的话 甚至会到H200 H200会是整个H100 大家知道速度几倍吗 4.2倍 所以现在讲的AIPC 你可以讲一堆什么供应链 但是我告诉你 你会做到HPC的 HPC是不是叫高效能的电脑 你可以做到HPC的 你一定就做得到PC 你做得到PC的 你就不一定做得到HPC 就像你的记忆体一样 你记忆体可以做到DDR3 DDR4 可是未来里面 你就一定要高宽品 高宽系的部分 叫HBM DDR5的部分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 未来里面来讲 科技产业是不断的进步 现在大家只是在try AI的NB AI的PC是什么样子 但是未来绝对不可能 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已 影像处理 什么什么 不可能 一定有更大的功能 不是只是把深层式的AI 加进去而已 这样的话有什么意义 这个还没有 可是你如果回归到 很多的一个东西 我就说 只要是AI伺服器的 就一定可以做到 AINB的供应链 这个部分 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去看 AI相关的概念个格 我就说 我当时候就跟大家讲过 我说伪创就是90块钱一下 你不要去做杀D 因为它就是6块到8块 用最简单的6块的 15倍的本益比就是90 你硬要去杀90以下 是什么道理 今天也快100块 对不对 2382的广达也一样 我说2382的广达 今年 应该要讲去年还是今年 2024年就是11 13 那就185的195 2382的广达 你看 是不是就180几上来 我说 整个3014的几 有人估16 有人估20 所以就300以下 再过来 你可以看得到 2368的镜像电是12 12 12你自己去乘以15倍本益比 2383的一个台光电 它是25块 它是25块 在2024年 3044的一个见底 我就说如果这样子来估 304建一般的法人是估15块到16块 乘以15倍的本益比是240 所以它距离240是最远的 最远的 你自己去做留意 因为它有什么 它有记忆体版 它有车用版 还有什么 AI伺服器 所以它在这种过程中 它大概 你能够去想到的题材 它都有 如果电影都可以到20倍的本益比 它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可以赚到11块多 配7成 明年可以赚到16块多 配7成 在第一季之中的拉回 你自己可以去做留意 就像当时候在讲创意的时候 我1500块跟你讲会信吗 那我说月季线之中 你自己去做留意 对不对 3661的四星在当时候里面 我在讲的话 6700块 800块 900块 你们都在讲创意 对不对 我说你卖掉创意 你买四星都划得来 现在大家都在讲四星 我跟你讲创意 你又不信 那我没办法 我该讲的都讲了 2059的川湖 一样 我当时候是不是跟你讲 我买700多 没有买满 我这很像实话说 我说840以下 我逢低布局 到现在来讲话 大概之前最高是859 有没有一张赚到10万块以上 所以这都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6138的冒打 你也看得出来 我们都是来来回回的一个操作 所以鼠方做很多事情 我会把很重要的东西 来告诉你我的规划 龙腾虎越赢财富 2024年注硕的投资朋友发大财 但是重要的是 你要如何的去做规划 那鼠方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时间点是鼠方史上最大的优惠 你只要缴半年的会费 我给你一年的会期 那另外一部分 如果第五波 那个所谓的延伸波结束 你没有赚到钱 我还送你一季 我就不相信在长期之中 我说我是在市场上面 长线上面的一个会员 虚越率最高的 你可以去查 那在这种过程 你跟着鼠方在长线 我不信你赚不到钱 讲真的 趁着这个时间点 史上最大的优惠 跟我们线上去做联络 加入鼠方 赢财富的一个专案 你就有机会成为 2024年最大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